老师看一下阿珊 阿珊问你的问题就是 这个堆肥菌和农林菌 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做扩培 那另外就是 那因为正非凌果之后 用超新的方式 对炒盘之后 它的测草是一种在我们的高顶 这方便利用堆肥菌来做它的分解 这分解的效果很有面欠 另外分解扩培后 这个农林菌和堆肥菌 是不是可以染在 这个肥料当中 稀释灌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来 老师阿珊那些问题 你有听过吗 我这点应该是没有 有吗 听得很完整 听得很完整 那好 来 麻烦 这个好朋友 这种 这个商品是很漂亮的 它利用草生栽培 正非凌果的地方比较高 这个高地 稍微有一点弧度 这老年它全部都蒸草 这用割草剂用撒的 都放在那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安排 目前看起来 这是最好的 这个水 它的问题是 这个堆肥菌 是不是跟农林菌 同样 可以扩大培养 这没问题 因为这两个性质很类似 虽然很喜欢 都没同样 但是 它的背用方式差不多 它这个培养的方式 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来给它这个背用 草生栽培 并说我们草 是不是因为 这个刮草以后 这些杂草的草削 放在这个股中 股中呢 你可以去给它 用一顿 这个堆肥菌 这个股庸 效果一定结合 它的速度会很接近 算分解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 所以这当然 如果是可以 你把它用一顿 因为我们 肥荣各个都不是在下肥 所以你不用 特别说 像我们抗衡 比如说 我们水中起来 是不是有抗衡 抗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1分底20公斤的草素 跟堆肥菌1分底 去把它用2分底 用1包 所以一般就是 1包1包 1包草素 1包堆肥菌 把它用2分底 要用这种方式 去给它噴一噴 在状态发的速度会更快 但是因为 我们肥荣各有在下肥 所以这个部分 你不用特别去给它 用肥料 所以 你用一些堆肥菌 这个堆到它的分解 这是特别明显 因为为什么叫做堆肥菌 那是杨老师给它一个名字 说它是做堆肥 尤其是植物性的堆肥 的时候 特别有效 这是一个植物性的堆肥 这种 通常 它是一个纤维分解 就是专门肥 去塞算出来的时候 就是专门塞 它的纤维分解 速度 分解得更快 这种方式 大概是这样 所以如果用堆肥菌 当然它炒在分解速度 会比较好 稍微 另外就是说 在抗皮的时候 如果我们所有的困 在抗皮 最好是分开 有些人说不太快 能够专门做好 你既然 如果可以兵工像 放现菌 跟荣林菌 去专门做好 这其实 对荣林菌来说 很好 你如果是分开 最好就是 这个荣林菌 这边放现菌 还是说 这个荣林菌 这边堆肥菌 这个很好 你把它分开 分开了的时候 如果是说 可以去 跟它 这个 要买罐头的时候 并说 我去跟它 染一段 易肥稀释 这没有什么 这些问题 这些效果 已经是 相当的 好 所以你可以 自己是冠的 离开 这些时候 在这个 摆成 去 或讧 做肺 包括我们在 汽缀 那些一些 肥料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肥料一定要稀释过 因为 困难过 郊医师 如果有西式的肉結肥 做肥用 這種效果都會比較好一些些 所以你可以放心 稍後攬了然後做肥用 堆肥腎其實它就是一個 目前我們做的堆肥腎 最主要是纏對纖維分解 纖維在纖維的分解規定 它的酸性很多这种有机酸 这有机酸在投影里面 我会说我的土壤比较酸 有机酸是一个比较大分子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放心 如果它会增加土壤的酸性 它通常是可以有一个 较容易在投影里面 酸性一个化学里面 在说的是共二酸减对 这种弱酸的这个东西 它可以去稳定PH值 这点就是对我们栽培是很好的 所以草生栽培其实有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说增加土壤的这个有机酸 所以这些可以这样来操作 就让我们就位好朋友 先做一个参考